以至AB为座标平面上两点 若向量V与AB向量同向且向量V的长度等于1 是求V向量 我们就先求AB向量 AB向量求出来的话 等于4加1-11-1 所以AB向量算出来是5-12 那它说与AB向量同方向 它的长度是1 也就是它的话等于AB向量的单位向量 所以V向量事实上是等于 AB向量的长度 甚至AB向量 那AB向量的长度的话是 根号5的平方加上-12的平方 5-12 所以分5的话是13 13分之-12 这就是V向量